整个地区的治安得到了根本好转 去年11月 中国武夷赤资250万先令 为当地小学原建新教室 还配备了70套崭新桌椅 太阳能宫殿 照明24小时无间断 在教育资源极为匮乏的马萨比郡 这所小学是方圆数十公里内 唯一的学校 在当地人看来 中国为饱受贫困 冲突困扰的北方不足 带来了宝贵水源和就与机会 为与世隔绝的居民 打开了接受教育和对外发展的窗口 而在中国人看来 与当地人的磨合 也让他们收获了 独一无二的感悟和经验 不过 不过